再来由383年历史的花莲安通越岭古道 意思因为前阵子远规台风带来强风豪雨 导致了连外道路出现30公分的摊坊 地方文石工作者就表示 安通越岭古道相当具有历史意义 不少古道迷都会前来探险 也希望能够尽快修复 这条大约路基坍塌有30公尺 路面严重位移摊坊 这条路基严重坍塌的道路 就是要通往安通越岭古道的连外道路 因为这几天的山区豪雨所造成的 这条路有断掉的话 第一个就是对整个我们 就是安通越岭古道的一个休闲产业 运动休闲产业还有我们地区的农业 可能多少会造成一些困扰 这条安通越岭古道是台东县 以及花莲县第一条古道 全长大约有13公里 西齐花莲县玉里镇乐和里安通部落 沿安通西往东 经安通北岳山翻山临线之后 沿着台东县长冰箱石门溪上游 往下经过石门溪 不少热爱探索古道迷的秘境 地方文史工作者以及政公所纷纷表示 在后疫情时代希望快点修复 也能带进人潮来朝圣 陆基探方现在本所有在事后 马上请我们的监造人员及本所的祭司 到现场去做测量及定位 现场评估然后需要试做的 工程有哪些 然后报县府 然后在后附件 然后完成后 然后再请县府额准金额以后 再做所有的工程维护 及在后附件 有383年历史的花莲安通越岭古道 出现30公尺的摊坊 地方文史工作者表示 安通越岭古道相当具有历史意义 不少古道迷都会前来探索 希望尽快修复 记者高松松预阵采访博物等